一個瘋掉的貴婦 跟一個非常理性的律師 然後那個攝影棚就在兩邊 真的演得我快人格分裂 這邊那個發瘋的 在那邊飄啊 罵啊 完了以後 馬上要把情緒恢復 然後在那個換衣服的同時 你就開始在平復你的情緒 然後眼鏡戴起來 就開始講那些法律條文 快把我折騰死了 所以那個不是只有失去健康 包括那個在神經 精神這個部分 我覺得壓力都很大 壓力真的都很大 但長時間的熬夜拍戲 她的健康亮起紅燈 所以我曾經一整年 都在那種感冒的狀態 MC也不來了 提早更年期 然後又有腰椎側彎 退化性關節病變 那甚至有Parkinson 因為跟我對血液 會發現我的臉部會抽搐 然後我手會顫抖 而且我那時候指甲都鍛鍊